这个摊贩长期精进计划 把摊贩呢分成所谓的A类跟B类 以辅导跟就地合法的方式呢 来做调整 这点我应该没有说错嘛 对不对 没有 好 这个A类跟B类 我先讲 我非常支持这个市府的这个计划 那用A类B类的方式去做管理 然后让他们就地合法 我觉得这个精神跟方向是好的 但我有一个问题是 你们在制定这一个精进计划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 譬如说法源或者是法规 这部分大概跟易做您这边大概去做个报告 这个部分呢 在制定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的时候 其实原则上它并不是按照法律来走 因为如果按照法的话呢 就是说怎么样 这些摊贩它如果是在这个道路上营业 它基本上它是有为这个 道路交锋处罚条例的 没错 那所以就是说 那所以 还是依法 因为依法可以规定针对特定的地区 采取特定的作为 所以我们仍然是依法办理 OK好 我认同这个说法 可是问题是如果 因为现行的法律呢 其实针对摊贩呢 其实是有针对有特别的一些 举个例来讲好 我现在就直接援引目前的台北市摊贩管理自治条例 它其实有说 其实没许可证就不能营业 其实是有像这样的一个说法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今天有一个问题是在说 今天订定一个计划 虽然的确地方有一些自行 这个采取的一些这个权限跟弹性的可能 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 今天如果我定了这个计划 A类B类的摊贩 他如果依照我们的计划去改善 会不会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今天只是允许他 在违法的情况之下 合法去经营这个 这个合乎规则的去经营他们的这个生意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政策无法延续 我举个例子来说 也许过了几年之后 这个科市长卸任 但是卸任人选呢 没有办法延续他原来的精神的话 于是这些合法被辅导的摊贩 他们的合法地位就立刻全部消失 有没有可能发生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议员我来回答 因为这个案子我是PM 我们现在是用事办计划 所以第一年是事办 如果事办的合一的话 我们会定令相关的 因为现在我们按照这个办法 就是所谓政府许可的行为 就是我们许可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间用这些摊贩特定的人 他可以做这样的经营 这是我们用市政府行政计划来 行政命令来公告 让他目前为止是合法 那接下来如果要 在参犯管理这些条例里面 就是他是被政府许可的行为 所以没有违法的问题 我了解他没有违规 可是我这是表示说 其实你们的确 在这个事办计划之后 有考虑过要订定一个 重新改善过的事法规 去做一个比较合乎法规的一个做法吗 长远来说当然要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事办 我们还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因为还要看纳管的状况 还有整个地方 包括旁边居民的意见 这个部分我们在事办的时候 都会去斟酌 而且也会去让他们在事办以后 他们在地方上面的一些状况 我们全部都确认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会正式的列入 所谓的修法的目标 好但是我觉得这边其实是 就我的理解 像桃园或者是高雄 他们其实目前针对 这个无证摊败的管理办法 他们其实都已经有制定 相关的一些事法规 所以我认为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可行 而且必须要执行的一个方向 我认为其实今天 在我们讲到 这个有一个合理的法规去管理之外 第一个是让这个被辅导的这个摊贩 有一个比较可以信赖的合法地位 让他们也比较愿意接受辅导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 其实我们除了A类跟B类的摊贩之外 实际上还有所谓的C类 C类也就是所谓的20摊以下的 这种流动的聚落 或者是非法的摊贩 这种比较小型的聚会场所 他们其实呢 这类型的摊贩 才是占真正的大宗 在台北市的28000的摊贩里面 有一万八千是属于这种C类的这种摊贩 但是目前的经济计划 是并没有把他们纳入管理的 我这点是有没有理解错误 目前为止没有纳入的原因是 第一他们也不固定 第二他们没有成为一个市集 也就是目前状况来说 我们先把我们能管理的20个 比较聚集密切的地方 我们先把它做纳管 理解 但我认为是 如果今天呢 如果能够有一个合理的事法规 能够先行去研议 它会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让福岛的厂商呢 让这些摊贩 他们有一个合理的依据 也会觉得对自己所作所为 所做的任何改善的计划 会比较有信心 第二点 是我们针对这种非法的摊贩 如果他不愿意进入纳管 不愿意接受比较好的管理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比较合理的罚则 去处理他们 这点在桃园或者是高雄的潜力来讲 我们都已经看到像这样的状况 所以 到底这个台北市政府 是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想法 就是说可以在比较快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先针对这个法规 去做一些了解和研究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辅导 让他先纳管 纳管以后如果 因为其实都有现行的法规 如果他们没有在相关的 我们没有一个新的法规的话 他的行为还是以现行的法规 环保就是环保 卫生就是卫生 食安就是食安 那这部分在关系之后 大概去做补充 因为怎么样 摊贩他除了他的身份以外 他有他的行为 他可能违反食安 他可能违反环保 他可能违反环境 所以说怎么样 他现在的针对这样摊贩的行为 其实他的罚则都是有的 只是说他是散落在 可能叫做卫生局 环保局 交通局 类似像这样等等的一个里面 谢谢 因为目前现行的管理方法 其实证照从1984年之后 就没有再发放了 主要是针对弱势 去做一些关 这个部分的细节 我觉得之后 我再跟市场处多多请教讨论 我把时间现在留给下一位议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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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